从90年开始到现在 任何一个百姓 真的都没有办法去等 从过去的期待 等待到一直到失望 那如今我们好不容易 办一个四地重画自办 时隔了25年了 25年当中来讲 大家等待的 本来是有一笔财产的 结果现在财产 很多都变成遗产了 因土地授权建树未符合标准 东华大学特定区 自办四地重画筹备会解散 县议员叶昆景希望相关单位 要协助解决 因为四个国有单位土地 就占了36% 公部门不同意 地主希望就成泡影 代表我们这个东华大学 这个优先起 115.8公顷的地主 来向花莲县政府请命 因为自办的一个 四地重画的这个委员会 因为没有办法取得 这个过半的土地的同意 今年10月份就来公告解散 这样的忽然之间 又让一个希望 又成了泡影 在这个地方影响到 我们整个一个 自协东华大学的一个 整体的开花环容 我想这个公部门 县政府责武旁贷的 尤其是我们地震处 应该积极的 然后主动的来协助 此外 紧邻东大门夜市和日出 香榭大道的福德断土地 也因借近其他县市的成功案例 夜昏景建言能以趋断征收来办理 优点夺于市地重划 现议员杨华美 则是以真实个案来提出质询 她说一名伸让者在县府工作 因为获得妥善的职场设计及规划 被同事排挤并视为冗原 最后离职导致身心状态 急速退化 要求县府要加强身心障碍者 权力公约的落实与宣导 别只是数字上亮眼 中央政策鼓励 具有规模的机构 禁用身心障碍的时候 是否能够友善的方式 让他们在职场得到被照顾 以及衡量他们的能力 来做工作设计 那这些都是期许 华联县政府能够做一些 有效的调整的 还有就是国福大火 烧出了魏力案安养院的问题 杨华美认为相关单位都应重视 建言县府能建置二级单位 统筹权限长照议题 我们不能够只有当 把它当成火警来看 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长照照顾资源的缺口 那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 不管是我们的村里领长 能够在社区走动的时候 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地下化的安养中心 或者派出所的远景 如果能够也发现了就会反映到社卫症 不以罚则为优先 而是以辅导为优先 那我们都希望友善城市 也期待花莲县政府在花莲县内能够成立长照中心 作为二级单位 那以及能够建立一个资讯有效流通的平台 县员黄政府则是建言县府能够将成功的 青年住宅政策以及东那门夜市的规划 引进花莲中南区乡镇 让乡亲也能感受到县府的得正 青年住宅在北区的800户已经完售了 可是南区几个乡镇应该也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县政府能够评估 根据南区几个乡镇的需求 来做一个小型的青年住宅 或者是像东大门夜市也是一样的案例 在北区这边 东大门夜市得到居民还有观光客的青睐 那我们为了要活落南区几个乡镇 我们也建议在玉里镇的中心 来找地方来设置一个常态性的夜市 它可以说是类似东大门夜市的一个规划 好好的规划让当地居民的生活 或者是游客的去处能够有一个新的亮点 还有就是奖励地主设置停车场条例 实施至今县府也应该要检讨 那过去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奖励的自治条例 在今年通过了 可是今年通过到现在这段时间 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报名 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实施这样子的奖励计划 那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希望县政府这边能够检讨 所有的这个奖励办法的细节 让所有的奖励能够落实到这个民间的需求 让我们的这个停车不容易这个问题 能够有效的疏解 至于大花莲的铁路高架进度 黄政府也提出咨询关心 县府表示可行性评估 已经报请交通部审查 并于11月1日收到审查结果 目前有41项要修正 也会尽快提出修正 让铁路高架能早日实现 请不吝点赞订阅